王志文主演的《风雨送春归》虽然接荡开年大火的狂雕,可惜两者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区别。 整部剧除了王志文演技在线外,其他人一个比一个烂,下面将演技最差的演员抬个名。 第十,于飞红 虽然于飞红是剧里颜值最高的,但演技却谈不上出彩。 他这个角色塑造得不成功,总感觉面部表情不太正常。 有网友吐槽于飞红,只有一个表情,就是显牙齿白,演技太差,面部表情生硬。 许莹自以为高学历的人才,其实是非不分,自己的弟弟犯罪就怪罪老公,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知识分子。 在处理弟弟自杀未遂那场戏,于飞红表演得有些差劲了。 他哭了半天,却没有一滴泪水,感觉像是在笑。 此外,很多观众吐槽于飞红眼的夫妻太客气了,动不动就谢谢。 夫妻之间的对话模式,很陌生很认真。 比如为了让老公帮自己弟弟,于飞红的说话语气不像是夫妻之间用的语气, 感觉像是在和朋友或者陌生人商量一样,就像是为了演戏而演戏一样。 第九,于震。 很多观众因为于震这个形象几乎气聚,虽然让他背锅有点冤,但实在患得太恶心了,有点猥琐。 大高个的于震,在距离比王志文还矮,真是离谱到家了。 除了一张脸是于震,头型身材完全不一样。 大长脸硬是浓缩成照的小圆脸,让人看得难受忐忑,这个人物似不像。 而且于震的声音听着也很难受,让人感觉被台词,在镜里表演。 于震直接把于仲军演成了人工智能真人版,他的脸太僵硬。 如果于震演的是村之书,那倒也是合适,市委书记明显不大。 其实这部剧换个不认识的路人甲,网友估计没那么挑戏。 第八,李倩倩。 拦截是麦思源前女友,被南方威胁利用去勾引赵达生。 饰演者李倩倩比王莉可更有魅力和味道,她在剧里看着最舒服。 剧里的她烈焰红唇,走的是浓妆艳抹风情路线,虽然有点像狂飙李陈淑婷的气质,但比不了高夜。 赵书记不上钩是因为美女太苛逞了,人家老婆都比拦截漂亮恩多倍,导演色盲分不清什么是美女,难怪色诱不成功。 而且色诱这情节简直太雷人,不要理由,不管你是否愿意,霸王硬上弓,毫无艺术性。 第七,何音。 黄志中前妻何音扮演的王玉兰,演得太做作,没有一点家庭主妇的感觉。 她气质欠佳,服饰不合适,有点像干瘪小老太的感觉。 一个老太婆整天在家穿个超短裙,踏着高跟鞋,很电扭。 而且何音的音沟鼻和松眼带,非常出戏。 演技僵硬,表情死板,看看真是吓死人。 第六,王丽可。 林妙雪,这位书记情妇已辅食干部,以谋私利为己任,表面是交书欲人实则舌鞋心肠。 她仗着于书记,狮子大开口,贪得无厌,诬陷赵书记,暗地里利用前男友接触套信息,打感情台。 林妙雪的扮演者王丽可,是剧中选角最失败的一个。 极无知性气质,也无妩媚之色,简直是大相径庭。 王丽可的长相和榜大妖元的身材,演一个妩媚,算计男人的浪女,简直不要太糟糕。 特别是她那断雷翻人的尬舞戏,很多观众表示看吐了。 而且她的衣品也是非同一般,不是大红就是大黄,非常显朗,实在凸显不出书卷气息来。 除了角色不贴脸,王丽可的演技也大大退步,表演作作不自然,不够风骚妖娆,她一出来观众就快进。 王丽可这次转型不成功,村姑形象,非要安排知识分子,勾引男人角色。 林妙学演得傻乎乎的,天天瞪一双空洞的大眼睛,念着台词。 此外,王丽可在剧里不停地发出吸鼻的声音,剧情需要这个角色有鼻炎吗?太难受了。 第五,金维恒。 诺佳这个角色被金维恒演得像憨憨,智商就是一个连幼儿园都不如的小儿童,这样的人也可以进纪委真实无语。 不知道这种智商水平是怎么考上公务员的,而且她想进东江师范就进去了,她想考纪检尾就考上了,现实中哪有那么容易的。 为了女人林妙学,洛家忘了仁义和道德,完全是多余的角色。 也不知道导演为啥找金维恒出演,她大小眼一高一低,这个角色太令人讨厌了。 金维恒早期演技还可以,曾经在绝密五百四十三,扮演罗明,看着不出戏。 不知道是导演让她演得傻乎乎,还是金维恒本来就傻乎乎的。 第四,王若雪。 作为赵达生的女儿,王若雪在剧中过于幼稚,呆傻,表情太单调,完全不像是一个官二代。 而且,她的妆化得太过,还做医美了。 再加上外貌老相,还装幼稚,即使穿增高鞋,还是矮子。 被绑架的那场戏,王若雪演技零分。 只是表面地做出气到跺脚,假装瑟瑟发抖,那演技不是一般生硬,没有生活真实感。 不认识的人,就敢跟着人家跑到山村里,停尸防拐防诈骗的知识是一点不看了。 领导子女从小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,都一个个聪明得很,不会像她这么傻白甜。 说真的,赵小燕这个角色是非常令人反感的,嘚瑟润性无脑。 王若雪也演得很差,表现出来就是一个没有脑洞子的中学生,不知所谓。 第三,郭东东。 赵小军的扮演者郭东东,一出场就不想看了。 他的长相、台词,还有演技统统奇奇怪怪的。 他和刘洋的出狱太过牵强夸张,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硬给按上了,显得太荒唐可笑。 尤其是那段霸气抢刘洋戏,林立是二十几岁的大人,行为作风简直就是不懂事的小孩子。 赵小军带人去找刘家梁,让他交出女儿刘洋,双方人马差点动起手来,还好赵达生和于仲军及时赶到,避免了闹剧发声。 而且郭东东话都说不清爽,听他说话就难受。 既没有演技,也没有长相,不知道为啥要放到这么好的距离。 第二,鲁诺。鲁诺扮演的麦思源,一天到晚摇头晃脑,造型及举手投足,根本就不像个企业家,一看就是个社会上的混混。 他抓不住人物内心,哪里有集团老总的气场和睿智。 就是流氓的管理者,也不可能是他这样的做派,鲁诺这样的演技导演都不会说的吗? 还有他的说话速度,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,感觉没背过台词一样的不自在,我越看越想把电视砸了。 鲁诺气场不足演技不过关,不适合扮演大人物,只适合演打手和混混,毕竟他面部表情挺吓人的。 估计鲁诺背景比较强大,不然这个角色也轮不到他。 第一,维依。该剧演技最差的是刘洋的扮演者维依,演大而无神,面无表情, 像是关系户塞进来的感觉。 因为他是维吾尔族人,老鹰鼻子像是个塑料鼻子,眼睫毛贴了一寸长,非常喜欢挤眉弄眼。 浑身上下很出戏,被网友吐槽满满剥尿酸的既视感。 针对观众说他太丑了,维依还怒怼你最美了,地址发我,送你一面镜子。 与其跟网友互思,还不如虚心点提高自己的演技。 毕竟他的演技一言难尽,不是一般的做作浮夸。 特别是那段产品介绍会的戏,全程低着头看着稿子面,太不敬业了。 风雨宋春归为什么没有大的关注,因为所有人都有演的痕迹,没有真实生活的感觉。 除王志文,其余演员演技一直在劝人气聚。 官木官的气场,黑老大没黑老大的霸气,情人没情人狐媚心机,富二代官二代没有敏捷,貌似都在走过场。